辽宁沈阳燃气爆炸事故 初步判定为伤住楼龙内爆炸 据辽宁消防官微消息 11月21日80时19分 沈阳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 接到群众报警 位于和平区太原南街 与南西马路交界处现场发生险情 指挥中心立即调派南京北街消防救援站 文化路消防救援站 腾飞二街消防救援站出动25辆消防车 110名消防指战员赶赴现场 同时全勤指挥部 西部指挥部及和平大队四行出动 经侦查初步判定现场为伤住楼龙内爆炸 目前救援正在进行中